這個洞應該不是撇吧 這感覺有點像是橫畫 我覺得它寫的像橫畫 這邊是重 重的寫法 但是這個洞的跟一般的草述寫法不太一樣 這寫短 一般 洞 一般都會這樣寫 這個倒是 可以啦 但是比較少 有時候我們在寫的時候就 有時候我在寫字的時候 寫到這個時候突然想到某一個東西 就會被某一個東西限制住 限制住以後就說 這個東西不是這樣寫吧 其實好像也沒那麼嚴重 你看這個也算是個洞 跟剛才那意思是一樣 就是說 每個人都有一個什麼很奇怪的 過不去的坎你知道嗎 你覺得為什麼要這樣寫 那跟第一個第一次見到的那個字有關 我記得我年輕看過的字 現在都比較不會忘 那現在年紀稍微有點大 寫過就忘了喔 像你這個洞 可能過一陣子我都忘記他怎麼寫了 我只記得以前學過草書怎麼寫 所以我都覺得說 那個學東西要真的要趁年輕 年輕寫過就寫著 那個年紀大的時候 哇嘻 真的是 不會就是不會 寫不起來的人 像這個字我也覺得好難寫喔 我覺得這個字跟本字 一點關係沒有 都沒有那個八竿子打不著一撇的一個電字 這怎麼會是電呢 我怎麼想都想不出這個跟電有什麼關係 所以我現在看到之後把它寫起來 寫不太起來 每次都寫不太起來 這個要怎麼寫 因為現在跟電一點關係都沒有 哎呀 所以真的趁年輕了 年輕真的可以寫好多東西 現在寫都寫不得 那個書一看就忘了 剛才看了就忘了 現在看書的時間也越來越少 現在的人好像都不太看書 因為我也不太看書 因為眼鏡都花花的 看書有時候看起來不太舒服 老花嘛 因為不想戴什麼老花眼鏡 那老花眼鏡掉在什麼眼睛下面那種 看起來就覺得怪怪的 真的年紀大 有些時候是身體因素 還好技術學了這麼多你都沒有忘 就是對不起來外型 叫我忘記技術很難 再久沒寫都還是記得住 跟那個我們每次我們在那個外面那個社區 或社團在打乒乓球一樣 那個只要是小時候學過的人 他再久沒打都覺得好厲害 就是你就打不贏他 他已經很久可能十幾二十年沒有打 才想進來再重訓運動 他就是你就是打不贏他 你每天打打十幾二十年 你就是打不贏那一個 小時候有學過的 他小時候學過三年大概 像我們這種業餘打不贏 小時候他如果認真的參加那個什麼 校隊啊什麼隊的 那個訓練過以後 他十年二十年不打 再拿出來還是贏你啊 我覺得啊年輕真好 我這些技術啊能看到這樣臨摹 其實我在三十歲的時候 我就做到這些動技步了 現在到五十六歲了 還是只有成這樣子而已 我一個差別在看完以後我能創作 以前看完以後記住了 可是創作呢不會 這就是年紀的差別 這個開啊我就不太喜歡了 不太喜歡的原因在於說 他的粗細啊太接近了 跟其他的開子有差別 有沒有發現 他這個開器已經寫過很多次了 這次的開大概所有的開裡面啊 粗細差距最小的 那他既然粗細差距最小 你就要做到粗細差距最小 靈鐵就是希望忠實的呈現 忠實的呈現目的就是在訓練自己的 隨心所欲能力 千萬不要有那種 啊我是故意寫的跟他不像的啦 哪有什麼 那靈鐵要有故意寫不像 那你幹嘛靈鐵 你就創作就好 靈鐵什麼 靈鐵的目的就是寫的像 越像越好 沒有人說啊我靈鐵就故意靈的不像 那你不要靈嘛 假靈就有點那個 掛羊頭賣狗肉 明明是掛著羊頭說靈鐵 卻賣個狗肉說我故意靈的不像 明明就不會靈就技術不好 講了一堆奇奇怪怪的 你要靈鐵就是一個硬道理 像其他都不要講廢話 不像呢就是技術差 不要講什麼創意 創意是不用靈的 創意就自己寫不要靈 那其中有一個人啊 倒是可以提出來講 靈鐵 靈的也不是一個啦 其實也好幾個齁 你記憶喔 那個靈鐵靈不像的人啊 他會有一個主軸 就是他只是 藉著這個東西 來書寫他要的 就看著別人的東西 寫自己的 然後他寫的完全不像喔 不是有點像而已喔 是完全不像喔 比如說王朵 王朵在靈那個鐵啊 王朵好喜歡靈鐵 尤其到晚年 從中年就喜歡靈鐵 到晚年還是靈鐵 但那靈鐵你會發現 欸 好像 跟字鐵一點關係都沒有 這擺明的就是 我只是藉這個素材來創作而已喔 這就不算 他那個不算靈鐵喔 那不算靈鐵 就像那個 吳昌碩也是喔 吳昌碩寫那個十古文 從來沒有長得像十古文過啊 因為他根本就沒有想要寫得像十古文 他只是拿一個十古文 才會淋出他心目中要的樣子 那個是真的 真的是不是在淋啦 他真的是在創作 啊這種人很少啦 你不要把那種比較少 少見 這是下見 不是少見 不要 不要把那個少見的事情 拿出來當 當常態 就世界上齁 真的是有些異類 那異類的 異類所能做的事情 不是我們普通人所能學的 那你就 我們一般普通人就學普通人 不要去學那個異類 欸 看起來好奇怪喔 怎麼會這樣子呢 就範谷 範高範谷 那個什麼 唉唷 今天到最後都瘋了 那這種事情我們哪能學啊 絕對不能學 有些東西是不能學的 其實這裡還有其他 所以這裡看起來破破的 如果你要瘋的話 最好瘋得像一點 如果你創作就無所謂了 如果你創作就無所謂了 甜 這個甜比較重 那種收容的效果要做出來 收容的效果 如果沒有做出來 那個字啊看起來就會開掉了 為什麼 因為它的開口很大 像這種地方 因為它開口很大 所以下面這裡一定要夠緊 那個張開收緊要皺緊 不要寫得太正 寫得太正 你又鬆掉 那個字就真的鬆了 這個寫完以後 你可以發現它做那種純粹的對比 什麼對比 出戲對比 這邊的就是那個筆尖啊 整個釘到直裡面 有人說是中鋒 我最討厭這個字眼 就是釘到直裡 釘到直裡去 轉進去那種感覺 好這兩個字是對筆 那對筆完以後 它其實還是有做一個小小的 再加一個中的 那你會發現 哇這個字怎麼出戲 輕重差這麼多 這就是它要的 雖然我有講過 它是一個 算是一個好學生 認真的好學生 勤奮認真的好學生 但不代表 它做的時候 一定要奪乖 它在有條件 有限制的範圍內 它可以做出強烈的變化 它還是有條件有限制 不是那種無條件 那種光怪陸離的變化 那不是 那個是現代人才會做的 它還是有條件 那個條件是建立在哪 你知道 建立在那個毛筆的合理彈性 很多人都沒有考慮到 毛筆的合理彈性 合理彈性 這隻毛筆在這邊寫的時候 其實它會有一個合理的彈性 超過那個壓力那毛筆出來的線條 就不合理 聽起來很玄吧 我不知道有幾個人聽得懂我在講什麼 因為我都聽不太懂 下面沒有了 好啦我的合理彈性就是說 反正下面空很多 我大概解釋一下 你聽得懂就聽得懂 聽不懂你家的事我也沒辦法 這按下去其實這個就是不合理的彈性 因為這個不是彈性 這是刷 就是也不是刷子 就是爆掉 不合理的彈 合理的 這合不合理是這樣 那有細的呢 細的也有不合理的彈性 不合理的彈性就是說 它可能 這個好像 這個不叫彈性吧 看得出來這不叫彈性對不對 因為我用左手寫的 那什麼叫彈性呢 這叫彈性 所以彈性它有合理跟不合理 那現在的書法就有一個問題 他們喜歡做那種不合理的彈性 他可能做做擠壓 然後就做那個線條 就很小 很小 然後突然就來一個那個 你會覺得說 到底在搞什麼 就是一直在 超出那個毛筆的合理彈性 那這個 用出來就覺得質感比較粗糙 那文針米當然不會啦 文針米還是很合理 雖然你看這個線條 線條這麼細 可是它吃得到直理的 所以它合理 吃得到直理合理 然後這重呢 重到毛筆還沒破掉 可控制範圍 所以它合理 所以合理的彈性也是很重要的 否則你的字就會粗糙啊 聖竹 換句話說 其實現代那些什麼書法主義啊 一些書法的一種創新的一種味道 嚴格講起來就是日本書道的延伸啊 其實沒什麼特別 如果你長期關注日本書道 他們不叫書法 他們叫道 什麼叫道呢 就是他們自己有一套理論 就是把那一隻筆完死啊 那叫書道 所以他們的書封啊 看起來就跟傳統的書封不一樣 然後衍生出來就是現代的書法主義 那你現在書法看起來 你看得再怎麼光怪陸禮的書法 日本人早就玩爛了 他們根本不玩了 唯一的差別是日本人玩這一套的時候 是少制書玩 那現在這些書法主義者啊 或是什麼 那現代主義的書法的人 玩的是多制書法 差別在日本人對漢字認識還是不夠多啊 那對我們來講漢字我們每個都認識 所以我們可以寫一大篇 那其實他那個心態用法 就跟日本人一模一樣啊 那沒有什麼好驚奇的 只是他字比日本人多啊 那感覺說啊好像不太一樣 其實骨子裡都一樣 所以並不是說他不好 而是他那個表現的方式 跟傳統還是有差別 那你說他創新嗎 其實沒有創新啊 就是日本那一套在那裡 發揚光大而已 這有什麼好說的 我是偶爾會玩一下 日本那一套我並不反對 我覺得他算是一種 另外的一種思考方向 可以接受 但是我可以接受 跟我要不要常常做是兩回事 如果說初學者我就不建議啦 因為總是這樣走的 就只能走日本書道那一路了 就沒有機會回到這個傳統的書法 那個走下去那個有點像吸毒你知道嗎 因為他容易嘛 有時候做得很大 效果很好 其實是在浪費紙張 浪費紙張 寫那麼大字 一張紙就一張紙啊 一堆墨就被你消耗掉了 我說難聽一點 對不起那一棵樹 我們這樣認真寫 至少那一棵樹給我們寫上幾千個字 像那一種大字啊 一棵樹啊 你寫沒幾個字就被你毀了 清清 清 他當時的字不大齁 所以現在如果這樣我這樣用電腦去放大齁 我都覺得他側峰很多 因為側峰多啊 就看起來很方很利啊 就跟我一般傳統在那邊講什麼 老師在講中峰的話 某種程度 他的側峰你看這個這麼利 折下來這麼利 滑過來 就等於他轉折都很方硬 入筆都很尖銳 這個應該是錯吧 錯字再點一個 這個細線 然後這是長線 他寫零大半大部分都是這樣寫 粗細上有一點差別 其他沒有什麼差別 這拉開了 拉開的原因是因為這上面是寬的 這是窄的 這是拉開 所以他看起來就有點層次上的變化 油呢 油要來畫大圈圈 這個圈圈 這個圈圈很難畫 你不要小看 我每次寫起來 我都覺得跟他圈圈不太一樣 他有一個習慣的角度 我只能類似啊 但是還是不太一樣 薑香 油從上面下來的 薑 真銳利的 稍微粗細往下壓 這薑不大 香就大 重的 輕的 鬧洞的 重的 那這裡面 這裡就擠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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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斜下來這樣子 這個就不會出去 因為是竖的比較直 所以他在擠壓以後 就會有點擠壓所造成的效果 這 帶上去 好 收緊 斜度都很高 斜度很高就要利用這個壓下來 它這個喜歡這樣繞出來 某種程度你會覺得說好像在裡面重疊 所以你發現它沒有這個勾起來的動作 因為它繞在裡面又回來 對 抬高收緊收緊張開 壓下來鋪出去 再拔交 這個是縮小的 電軟要再一次 比較小 比較小比較窄 來 它的草不習慣先寫這一束 每一個蘇瓦加都不一樣 草倒是沒什麼好彈的 每次蘇瓦加都不一樣 寫到最後 你都搞不清楚哪一個才是標準的 所以它音格上沒有標準 先寫順就好了 芭蕉 芭蕉有點比較鬆 在我看來是有點鬆 膠圓 膠圓就是連在一起的 膠圓一樣拉長 連下來 這邊本來有四橫 它習慣繞兩次 好 膠 點 圓 上面是方的有沒有發現 這有時候他們在寫的時候 搞不好都有在想說 這個字把它寫方一點 然後下一個字在繞圈圈很多 我就給它寫圓一點 搞不好有啦 搞不好已經習慣了 根本沒在想 都有點難講 交圓之難 有時候我們會過度解釋 過度解釋總比沒解釋好 有時候有些東西還是要點解釋才能說服別人 不知道你就看著寫 很多人說不知道 為什麼不知道你就看著寫 總比說這樣好吧 所以有時候我們會加以強加解釋 好 好